很簡單,這個學術性例子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個男子 有沒有聽過english English 英文 舉例,如果你要跟外國人溝通的話 你學英文 不用學太多 一成九 你學什麼呢? 你帶著兩句 很簡單,兩字應該這樣說 就是yeah 和right 你帶著這兩句對著外國人 他不斷說話的時候 你插著褲袋 你不斷回應他 你可以和他聊兩小時 但有少許技巧 你要記住 有時候你可以調轉用 yeah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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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你拉長和高音低音自己調 yeah right right yeah 你千強不可以在後面加任何東西 我跟你說學兩次 可以了 你舉例如後面加一個拔字 麻煩 yeah right 拔 一拔他的時候 but what? 你就but what? what? what the? 好 你帶著 yeah right 如果你身材建設的話 你又喜歡投入另一種事業 你可以拍外國的成人錄影帶 ok? yeah right 你也不會拔的 yeah right 拔 你拔什麼呢? 你不會拔的 英文是 少少的 很少的 你記住 yeah right 但你千萬不要說yes 你知不知道 男人是不會亂說yes ok?你記住這個 很重要 男人你什麼時候才會說yes呢? 就是當他就範的時候 所以在結婚的時候 他會說 yes I do 你不會聽到男人說 yeah I do ok? 記住 一成就夠了 譬如我再舉個例子 你有看過韓國年青的跳舞組合呢? 譬如有一對 Super 什麼? Senior 是不是? 什麼? Super 即他們跳舞 我看那些音樂影片 他們有幾個動作 幾個 不多的 就是怎樣呢? 手掌掩心口 七字手平指 一字變拳頭 跟著開合手扶腸 一成就夠了 不用多了 Come on Music 最尾他多數是這樣 他一定有這個 像平日逛街巨 他就說,喂,hello 我都說,平常我們有姿勢 你記住我講吧? 我們摔垃圾,記住是這樣